清朝唯一一位四无皇后是谁 无嗜号 无底宫 无牌位 无皇帝亲送 这位被称作盗版令妃的女子 就是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后 孝敬城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 在清朝十七位皇后之中 孝敬城的地位显得极其尴尬 她既不是咸丰帝的生母 也不是丈夫道光亲丰的皇后 甚至这两个男人 压根就没想让她当皇后 那她是怎么成为皇后的 为何说她是盗版令妃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孝敬城皇后来自一个很古老的家族 没错 就是那个称霸草原的博尔吉吉特氏 但她和博尔吉吉特氏最出名的女人 孝庄太后可没什么关系 她们虽然是同姓 但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家族 孝敬城的先祖是最早一批 投奔后金的蒙古贵族 所以她只是满洲内的蒙古人 隶属郑兰奇 她的老爹花梁娥 是个从无品的圆外郎 孝敬城顶多算是个小康家庭的闺女 道光五年四月初三 年仅十四岁的小敬通过选秀 被道光帝选中 称为了静贵人 道光非常喜欢这个 比自己小了三十岁的女娃 有事没事就翻翻小敬的牌子 就爱和她待在一块 于是在进宫仅一年后 小敬就怀孕了 在小敬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道光下令将她进封为了静贵 还将本该在贫妃生子后才赏赐的恩典 提前给了小敬 在小敬生下皇次子一刚后的道光七年 道光又把小敬提拔为了静贵 要知道道光是个特别扣门的皇帝 为了节省后宫的开支 他不断地把贫妃的位分往下降 就为了省那几十两俸禄银子 他后宫十九位费品中 有十二位被降过位分 在这种情况下 小敬却还能稳步上升 可见道光对她的宠爱 纵观小敬入宫后的升职路线 总感觉有那么些许的熟悉 哎 这不就是我魏姐令妃的复刻版吗 不过这小敬的升职速度 还是快魏姐那么一丢丢啊 毕竟她入宫两年就到了妃位 咱魏姐花了三年 不说别的 这宠妃身上还是有点共同点 那就是能生 前有魏姐十年生六娃 后有小敬六年怀五胎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啊 在小敬生下黄次子后不久 她再次怀孕了 但怀孕到四个月的时候 小敬不幸小产呢 这个孩子没能生下来 而在这之前 小敬的第一个孩子易刚 刚刚因为天花摇折了 接连失去两个孩子 这对小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道光在此期间一直陪伴在爱妃身边 希望能给她一点安慰 道光九年 小敬她又又又怀孕了 并在同年十一月 生下了黄三子 易季 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就生育 导致孩子没有发育好 易季在出生五十一天后 也夭折了 哎 真是太惨了 幸好小敬接下来生的娃们 又好好地长大 道光十年 小敬生下她唯一一个闺女 寿恩故隆公主 这回总算是休息了一年 等到道光十二年 她才再次踹马 生下了黄六子印心 也就是未来的公亲王 道光十三年 小敬晋升为了敬贵妃 此时她才二十二岁 比三十二岁才成贵妃的魏姐 早了整整十年 但小敬也就这一点比魏姐强了 她接下来的日子 可谓是凄惨无比 道光二十年 道光帝的第三日皇后 孝泉成皇后去世 这时候 孝泉成皇后的儿子印主 只有十岁 于是道光就将她交给小敬抚养 并在三个月后 正式册封小敬为敬皇贵妃 此时小敬只长六宫大全 成了事实上的后宫之首 对于道光为啥没直接将她册立为皇后 其实这很好理解 道光此时已经六十岁了 完全没有再立一个皇后的必要 而且虽然道光很宠爱孝敬 但也仅仅只是宠爱而已 她最爱的还是孝泉成皇后 不打算再将孝泉成的位置让给别人 道光三十年 道光帝去世 印新继位即咸丰帝 咸丰继位以后 虽然只将老敬尊为了皇贵太妃 但她完全是按照皇太后的规格 奉养老敬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老敬未来指定过的不差 但坏就坏在她有个好儿子呀 咸丰五年 老敬病入膏肓 她的儿子印心以养育 只能向咸丰请旨 要求立老敬为皇太后 咸丰只能不情不愿地 将她奉为康祠皇太后 然而仅仅八天之后 老敬就去世了 心里憋着口气的咸丰开始了报复 他有意削减老敬的丧仪 不仅不给他家道光的世子 不建立妇庙 神牌不入宗寺 不亲临亲送 而且还没有格外给她建皇后灵 直接将她下葬在了非元寝 如果不是印心在后来的政变中立了功 给孝敬皇后求来了个成字 怕是她这个皇后得做得更憋屈 当初以养育之恩求来的皇后之位 如今看来就像个笑话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